大家好 我们这里是2023关度国际动画节 我们今天要访问我们六位评审之一的 第一位评审沈安琪 那安琪请先自我介绍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安琪 我是北一动画的第一届 然后目前人在美国的照明娱乐 Illumination担任分镜师的工作 好谢谢安琪 安琪是北一大动画戏很优秀的校友 那她也曾经得到我们优良校友的奖 那安琪应该也参与过蛮多动画专案跟影展 那我想你对动画的叙事方面应该蛮有兴趣 你觉得你对叙事方面 你觉得在动画上面的特色是什么 还是你觉得有什么片比较在叙事上可以吸引你的兴趣 吸引你的注意 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比较能突出的作品 通常都是着重在描述家人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是对社会实事的一些批判 因为我自己工作比较偏向是非常主流商业化的叙事方式 所以就是就是我如果看到比较不是这种主流方式 但是还是可以让人有共鸣的作品 其实会让我蛮就是蛮有启发性的 好谢谢谢谢安琪 那我们接下来访谈的是郑焕咒导演 那我们郑焕咒导演他现在是在法国做很多的动画的专案 那我们先请他跟大家say hello 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我是Zozo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从事就是插画家跟独立动画导演 那我现在人基本上是住在巴黎 那也是在不同的动画制作公司制作一些不同的专案 通常都是比较是制作视觉的前期或者是production的制作这样子 因为你本身也是独立动画的导演 那你曾经创作过像阿公这样题材 那你通常会用什么视角来看待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或现象来作为创作的题材 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创作的题材比较就是 我都是从个人自我的经验 然后去寻找我创作的题材 那所以那时候在制作阿公的时候我人已经在法国 那我觉得当就是当我们在国外一直不断的在解释自己自身的文化 跟就是也会去回想一些就是在台湾的事情然后什么的 所以我就会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能量跟台湾有很多让我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时间比较少 但是我又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现在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些事情会有一点距离感 但是想到时候又很熟悉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我蛮大的一个创作的来源 因为我比较喜欢设定的故事是他是 是基于一些真实的情感或真实的事情 然后再去延伸再去讲述一些故事这样子 好谢谢所以你也会鼓励动画创作的一些年轻导演可能先从关心自己的生活周遭作为题材 好 是 对就是可能要问自己说这个题材对我自己本身作为导演什么意义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材 那我想讲述什么 对而不是想要说我看到这部片我觉得好酷 我想要做这个风格我想要做这个故事 而是去问自身自己成为创作者 想要带给观众的感受 或者想要把自己比较失智的一些情绪跟经验怎么呈现给观众这样子 是 好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访问的是张凯勋导演好吗 凯勋 他也是我们北异大动画系的毕业生 他的作品得到过很多影展的肯定 那我们想请问凯勋 在参加这些国际影展的经历中 你觉得有没有更加增加作品的能见度 或是对以后你的工作机会的发展的影响 那你觉得国际影展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国际影展对我比较大的影响之后是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打开我的眼界 因为像举例来讲 当时我第一次去法国安息影展的时候 因为光是他们的选片和影片放映 就其实就会有选到很多我在台湾比较少机会会看到的影片 那像他们当地也有Mifa展 就是比较是跟市场的展展 然后也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商业或是比较 你可以说比较主的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也是看到一些蛮多很特别的案子 正在进行 所以很多都会是当时 在去之前我在台湾是几乎 你没有头绪或是说你跟不知道怎么去接触的一些东西 反而在那边开始 开始第一次看到 然后慢慢的你就也会自己 就会对比较有兴趣的方向 然后持续的去追踪 谢谢凯虚给我们的建议 我想年轻导演真的作品创作出来 也是希望可以多参加影展 可以被大家看见 所以我们也都鼓励大家 包括我们的影展还有国际的影展都多参加 好谢谢 那我们下一位访问的是 张世凯他是资深的 角色设计师 那他现在也在国外工作 我们先请他来跟大家说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世凯 然后我现在在哪里 在暴雪娱乐公司里面担任角色设计师 其实我已经是lead了 但是他有分很多lead 但是我其中一个lead 好谢谢 其实你有很多 在应该跨蛮多领域的 那当然角色设计 游戏角色设计是你现在的主要的工作 那你也在很年轻当了senior的concept artist 那我觉得你应该有蛮多可以分享给一些年轻的创作者 就是比如说你玩过YouTube 你也跟阿翰一起合作过 然后或是你在 我印象很深刻是你画图证是超快超有效率的 那你在创作上面有什么可以跟年轻人分享 或跟其他想要进入这个领域 不管动画还是游戏领域的 觉得在创作上有什么要关注的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我就先讲影像部分的东西好了 影像部分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看随着潮流的影响 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短 大家开始越来越着重于你能够在简段的三四秒内就抓到别人的目光 这是一件我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这一次在评这些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近见的我自己也被这个趋势给影响 我会找一些很能够抓住我光的影片 然后很认真的把它看完 甚至看个两三遍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之后在创作的时候可以 当然是有故事性是很好的 但是甚至如果你在四分钟里面的动画 完全没有任何故事性 但是你把画面做到很非常的震撼 或者是非常的能够吸引目光的话 那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这种片其实我觉得在某些地方会很吃香 就遇到我这种比较奇怪的评审的时候会蛮吃香 然后至于在就比如说在影片之外 你要做角色设计或者是说你要做YouTube的话 如果还是保有个人风格的同时要注意趋势吧 对趋势还是蛮重要的 现在你看包含很多游戏 他们都有在往 他们叫什么Gen Z 就是往新世代那边走 就是人物都不要再太复古一点 穿的东西都新一点 颜色亮一点 确实这种东西会比较受人喜爱 所以你觉得个人风格还是最重要的 个人风格是比较的 那一般我们在看动画片 应该第一眼还是最重视的是美术上面 不管是风格还是你说对观众很有吸引力的 我写都算是 我想这是影片的第一印象 再来才会看故事 所以我们总是会先被视觉吸引 对 好 那我还有这边我想提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这次看蛮多片 有一个最可惜的地方是他们的音效处理的不好 就是他们没有去balance配乐或者是音乐的音效 所以有些音效会突然忽然觉得很吵 或者说太大声 他们没有去调整好那个音效 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大家在音效上面 远的声音小声一点或是什么样 大家去做一点多加一层思考 会让你的画面让你的动画更加分 我觉得尤其是动画里面的配乐跟音效真的更重要 那这通常我们如果尤其是没有旁白的时候 那我们更需要好的配乐 来辅助这个动画整体整体的风格气氛 好 那谢谢世凯 那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罗和 那罗和是最近其实讨论度很高的 一个独立应该是独立制片的导演 那他也创作了一些NV 包括兔子洞我都看过好多遍 那在创作上面真的是很有个人的风格 能见度也很高 在动画之后还有做绘本 还有也做了一些文创商品 是蛮特别的一个创作者 那我想以你这么多丰富的创作经验 是不是可以给参与 不管我们动画系还是参与 关度国际动画节的一些导演 你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 还是你自身的创作经验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其实我这次看真的还蛮多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已经比我还厉害吧 就是也不太需要我建议 但是如果我自己会可能就蛮鼓励 就是可能还在某所有学生就真的去多看一些好作品 然后我觉得但是也不是只有看而已 就是看完可能需要自行洗手消化吧 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去思考就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对 你觉得创作动机还是蛮重要 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最想要做的创作是哪方面 那个动机还是蛮影响蛮大的 可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然后能玩的可以都尽量去做 然后就 就多尝试 对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是杨凯婷 她是我们很优秀的毕业校友 那她现在画蛮多领域的 那我最近也常注意到她在漫才 她有点像talk show又兼具表演 我们想请她分享这个 她同时也做动画创作兼具漫才的演员 那她会在创作上或者是观想理解动画的时候 会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体验吗 或是会激荡出什么比较有趣的特色 请你分享一下 对 好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因为我接触到还蛮多圈子 比如说即兴圈 喜剧圈 喜剧圈里面又分单口 就是stand up 跟漫才 然后又有 就是反正很多的小圈圈这样 然后本来又是动画圈的人 所以就会觉得说 每个圈子的人其实都很不一样 然后都用不一样的方式在抒发 自己想说的事情 那我自己在写本 不管是写漫才段子 或是即兴剧 即兴剧是完全没有剧本的一种剧种 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都是从自身去出发 但是同时在接触到这么多人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察这些人 然后还有跟他们去聊 他们身上的故事 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自己的养分 然后会变成一个 比如说 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是自己的 然后同时也会知道怎么样去跟 各个领域的人合作 我觉得就是在动画上面说 跟各个领域的人合作这件事情也是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 比如说我在动画上面 我现在主要是做原画 就角色动画的原画这个部分 那原画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考虑到很多时间 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到timing 然后怎么样去表演角色的个性 那他可能就会 我可以把它用在漫才上面 因为漫才在漫才上面 可能大家原本是做戏剧的 那他们可能不会做戏剧的人 跟做动画的人注意到的动作 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我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 大家如果说就是有兴趣 或是有时间 对要控制时间 对要睡好 就是很好玩 就是你可以碰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 其实你把漫才动画 stand up 我有在经营场地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串起来 其实他就是 就是这样讲有点奇怪 就是凯婷 就是只有凯婷会做这些 这些东西就是凯婷 那不会说就是说 我凯婷只会 凯婷是专注在动画的某一块 这样很深更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是一个 我可以同时穿梭在各个领域之间 那把这些领域里面 我喜欢的地方再串起来 合在一起 然后再从这些东西去 创作 不管是段子还是动画 故事 或是漫画 把它写出一个 我可能用喜剧的方式 去写出一个 让我自己可能比较悲伤 或是怎么样的方式 去让人家笑 但是同时背后又有我想要传达的事情 对 就是大概是这样 我想好像看似不相关的事情 其实都有连结 对于表演这个事情 只不过用在不同的媒材 或可能不同的表演 你可能在动画里面也是需要表演 漫才里面也是 那这里面也兼具你很多的观察力 对人性 或是可能对有些人物的观察 或用在你的 可能你连旁白都自己写 你连可能这些剧都是你自己写的 在漫才的创作上 那我觉得就更全面做造你这个人的特色 我觉得这也是很可以鼓励 很多年轻的创作者 就是不要害怕接触不熟悉的领域 跨出那个 你也是跨出了舒适圈 然后去接触到更多的面向 对 对我非常支持大家去跨领域这件事情 对不要把自己绑住 就趁现在还有体力 多碰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同样也鼓励动画系的学生多跨领域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跟别的系都有合作 我们也带他们去舞蹈系 画这个他们跳舞的时候的速写 或是多看一些表演 或跟音乐配乐那边搭配 所以也谢谢我们六位评审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然后很辛苦的初审工作 非常感谢 然后也尤其卫视员在国外 也支持我们 关度国际动画节的评审工作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我们2023的10月22开幕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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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